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怎样 这个胸脉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 那你现在很不舒服是吗 对 而且老想有恶心要吐 老想恶心要吐 是 最近谈还好多 谈也好多 对 胸脉就是以前最初胸脉的时候 就半夜的时候就觉得满天空的空气 我呼不到嘴里去 半夜睡觉会憋醒 常常会半夜就憋醒了 然后会觉得自己这样好好的吸一口气 才能接下来 好像感觉这一口气上过来 就会过去了那种感觉 一般这么久了 所有的心血管疾病 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个会要人命的 所以像 一般医学都说 他会无缘无故就突发 不会了 他其实他平常就会 透露出很多讯息来通知我们 那 这里 胸闷痛 大家部位都知道 这肩胛骨 这中间是胸椎 那高方差不多就在这个 这个位置 那肩后痛 肩后痛就是指 肩膀的后面这一带痛 这样大家能理解吧 都有看到 肩后痛 那颈椎抚养痛 本来颈椎痛怎么这里 把它掉到这里 因为抚养会痛 这样 特别指出这种动作会痛的 那这个跟胸椎一定有关 这样了解吧 所以颈椎如果 抚养会痛 一定要推荣到胸椎来 最重要要记得是 小腿肚痛及抽筋 这里 小腿肚是指这个 后面 这个很多人会抽筋 这个跟 怎么样 我也会抽筋 你也会抽筋 常常是吧 是喔 那你的身体一直不断地指向你的心脏有问题 他从小腿也告诉你这里有问题 那胸闷也告诉你 所以 这样的 一般的病人我都要提醒 他看似年轻 他也十几年 那他这样一直拖 拖到最后会怎么样 会有问题啊 会出大问题 这样不出大问题便罢 但是一出大问题我看就 就有时候就 就会很严重 真的就会很严重 这绝对不是开玩笑 这我常常会讲到这个肩后痛 肩后痛有一个 我就是说我曾经当实际的议诊团 那就是我们队长 人一队的队长 就是怎么样 五十肩 这里讲肩周炎 那结果人家叫我去帮他推 他说不用不用 因为他看我的患者蛮多 就 他就是说你帮患者先做 他自己也就 就是让 那结果一段时间说他心肌梗舌死了 就这样睡一睡就 身体看起来很壮 他也没有麻痹 就只有一个肩周炎 那大家说 怎么会这样 没有症状 没有病 那结果人会死 好像是这样 这样你们同意吗 有这种事吗 世间 没有因然后会有果 不可能的 这样就不符合因果利 一定有因有果 所以我一听我就知道 当时候他的肩周炎一定是属肩后痛 那身体已经告诉这个 他的痛点一定是痛这里 那要处理这里 所以这里刚好就是跟心脏有关 所以肩后痛是处理这里 这样大家懂吗 所以 这里他也发出一个讯号 我心脏出问题了 救救我吧 结果多少人能够理解这 这个小腿肚也是在通知心脏 那胸妹也是通知心脏 他身体就是用各种信号来通知他 你这里已经出问题 要强化他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 我说如果跟这些症状有关的 大家都特别小心一下 因为心血管其实在全世界都是这样 排名前一二位的 癌症再来就是 应该就是他了 所以我们遇到这些病 我们就小心一点 你现在小腿会不会痛 现在不会痛 我睡觉的时候会抽筋 每天吗 不每天 凉的时候会抽筋 凉的时候 那这个跟胸椎也有关 所以很明显 那你刚刚还说呕吐是吗 对 老想要呕吐 我以前胸妹的时候 我刮过半年多的沙 但是刮沙也很痛 也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他刮后面 刮前面 后面的话很疼很疼 这个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只有上胸椎 那你是刮前身 对 好辛苦 来趴着 辛苦 这里痛吗 还好 我痛 特别痛的跟我讲 嗯 这里开始痛了 这里呢 疼 这里 疼 好 这里呢 这里呢 这里好好 那他的疼就在这一段 左侧 这一段到这里差不多管心脏 心脏应该差不多在这里 所以他是比较偏下 那这一段差不多管胃 所以他差不多这一段 好 那我们来看右边是不是 这里呢 啊痛 这右边痛 这里呢 这里也痛 哇 那左边这里好像还好 对还好 哦那里右边反而是更痛 这里 痛 这里 这里 这个还好 这个还好 这里还好 这里 这里也痛 好 痛 这里 痛 这里 这里 也痛 这里也痛 这里呢 这里呢 好痛 痛 这里呢 这个还能承受 这里还能承受 对 哇那你右边痛得更长啊 这里 还有这一点 是吧 所以他真正的问题是在右边 好 那我们就开始做吧 嗯 你刚刚有温敷吗 我 我有温敷的 蛤 有的 刚刚有帮你温敷哦 好太好了 啊 好 嗯 好 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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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白糟 黏糟 胖 他说的十年的凶悶 应该跟这里这一段有关 那这一段也有稍微关 那呕吐是这里 这里的问题 下面跟那个 那我们刚刚都有帮他推拿过 好 一起来看看 好了 好多 好了 怎么那么喘 这个可能刚刚有点疼 刚刚揉的时候很疼 现在比较舒服了吧 比较舒服了 是 是确定了 以前胸脉的时候会突然心慌 慌的我就觉得好像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胸慌的时候就觉得讲话就很微弱 都讲不出话来 是是是 好 那你等一下还要温敷 寒症体质 你推楼完一定要记得温敷 所以现在推楼它已经感觉舒服了 不够 这时候要怎样赶紧再用外热源再进去 让它进一步再更舒服 所以你等一下下去再温敷 就是天一冷吧 我是北方人怕冷 到南方就觉得很冷 一冷我就觉得这个筋就好像拽住了 然后就得弯着腰 就弓着腰在那边 是 是 直不起来 你是十足的寒 是 谢谢老师 好 不会不会 好 谢谢大家